你为什么要总是这么被动 你就不能替我 和小虎好好考虑考虑 你算算 我们结婚这十多年 你在家待过几天 陪过孩子几次 这些我都不怨你了 可是这一次 是要去大喜悲 这往后的日子 咱们一年才能见几面了 王虎 这是君凯是个好机会 部队要走三十万人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 做三十万之一呢 只要你一句话 其他所有的事 都我来处理好吗 你别着急做决定 我不需要你马上回答我 我希望一会儿回家 你能给我一个 让我感动的答案 你 好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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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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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 要不要让各干部圈子加速回去 一二一 算了 来 来都来了 就让他们在这里 给部队送行吧 是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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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刻是告别也是开始 是终点也是起点 无论遗防搬迁还是分流转岗 大家打起背包就出发 这是新时代革命军人 面对改革大考做出的回答 今天的政治工作会议呢 开得非常好 各单位针对部队一方大西北 产生的各种思想问题呢 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 思想政治工作 稳定了部队情绪 从工作到训练 干劲和热情呢 被积极地调动了起来 我代表团领导 向大家表示感谢 下一步呢 我们要展开两方面的学习 第一 是要向南苏丹 维和部队牺牲的官兵学习 第二 是要向边防的官兵学习 我们有些同志啊说 现在的生活条件呢 不如内地了 这要看怎么说呀 我们看看那些 天天面对生死考验的 维和官兵 再看看那些助手在 常年缺氧 积血不化 寸草不生的 高原哨所的官兵 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还真是巧了 我陆军有个老同学 就在西藏边防当团长 昨天我们刚通过电话 要他说 咱们这个地方 那就是一个天堂 对 报告首长 这地方 其实没有风沙的话 还是挺可爱的嘛 这儿瓜果田 星星进 蚊子少 城市呢干净漂亮 百姓热情淳朴 总结得不错 我以为你们只知道 一年一场风 从春瓜到冬 还有就是 轮抬九月 风夜吼 一川碎石打入斗 随风满地 石乱走 我觉得啊 这些谚语啊 还有唐诗 都有夸张的嫌疑 那昨天就是风和日丽啊 今天天气也不错 也没风沙嘛 历史证明 这是打脸打得 最快的一次 一个强大的国家 一定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强大的军队 一定是猛将如云 我们的老祖宗 都有这种 黄沙百战穿金甲的精神 我们这些当代的军人 有着红色精神的精兵强将 还怕这小小的封杀吗 我不怕怕 说得好 咱们一方面要树立 艰苦奋斗 献身强军的精神 另外一方面 该解决的实际问题呢 我们也要解决 政治处呢 已经派人调查清楚了 灵权市 还是有一些 合适的岗位可以安排的 学校呢 灵权的师范 副小副中 教育质量不错 每年考上985 211的也不少 政治处已经就 家属小孩随军的事情 和当地政府联系了 当地政府表示非常支持 所以说家属小孩的事情 大家尽管放心 好 好 好 散会以后 凡是家属小孩 打算随军来宁权的 到政治处报名 报名 报名 还有一个好消息 有我们团集体讨论 团长陈建峰 直笔的两篇 关于陆军合成旅 组建训练形成战斗力的论文 被国防科学杂志刊登了 并且重点向全军推荐 好 好 好 三 二 三 三 四 老陈啊 我那口子家属安排的问题啊 已经解决了 你怎么打算的 方杰来吗 我也不想两地分居啊 但是他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工作 方杰这样的人才啊 零权势是求之不得 他来了 一定能安排一个好的工作 难呀 他肯定不想来 他还想让我回内地呢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啊 趁着团体现在没什么任务 你让他过来看一眼 怎么了 你叫他 他不来 那倒不会 我一叫他马上来 因为他以为 我要跟他商量我回内地呢 在这儿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行了啊 别老实给我灌迷昏仓了啊 请进 怎么样 够宽敞吧 布置得可以呀 这是哪个有艺术细胞 都刚不帮你布置的 你可没这品位 再说一遍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 谁告诉你我没品位的 识别三日光不相看 咱们俩怎么着也得 十个三日没见了吧 你应该对我另眼垂青啊 你呀就算长出点不一样的细胞 也全部都会用在军事上 我还不了解你 可以前你就是 李云龙那样的人 那 那我还是喜欢指挥一支 现代化的军队 是吧 所有的先进武器 都是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 不用打仗 就能够让敌人心惊胆战 望而却步 你尝尝 这可全是大西北的特产 尤其这个大总 说是对女人特别好 尝尝 我怎么觉得 我有点胜你的当了 我看你这架势 没有一点想要跟我回内地的意思啊 你 你 什么 你非但不跟我回去 你还打我的主意 行 既然你心意已决 那我就再也不强求你了 我跟你待两天 我就回去 家里事挺多的 工作也挺多的 孩子也没人照顾 我在这儿待着干吗呀 不是 来都来了 多住两天 行不行 孩子不是有双方的父母吗 这段时间 正好这个新编制的命令 还没下来 我带你出去看看 祖国的大西北特别美 而且很浪漫 没心情 那得看跟谁去了 来 过来 来 我发现你这个人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啊 陈建峰 来来来来 陈建峰 不行 我还是要去找首长谈谈 你别走啊 我已经反复考虑过了 我是真心想留下来 跟你一起干的 老陈 你听我说 你看啊 我的年龄还有任职期限 就算这次不提拔 也已经到期了 那 失职的职位就那么少 多少评级干部 是没有办法安排的 能提拔你一个 已经是对咱们蒙古团 另眼看待了 现在团里那么多 不想走的干部 我在带头不服从决定 你告诉我 其他人的工作 你怎么做 温涛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我还是要去争取一下 老陈 老陈 就走 什么事啊 军长 陈建峰来了 要见您 让他进来 是 报告 你休假回来了 回来了 走 我正要找你谈话呢 郡长 我能不能先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 给你反映一点情况 好啊 你先说 郡长 关于组建蒙虎吕的干部公事 我看了 有两个人的公事 我有不同的看法 请军首长能够考虑一下 哪两个人 一个就是我们的原团政委 王文涛同志 在我们团里啊 微信很高 蒙虎团这么多年来 所取得的成绩 跟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请求组织上 能够重新慎重地考虑一下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 就是我的原副团长长盛 组建重装合成旅 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由他来组织 蒙虎旅的装备接收 以及新兵器的技术和战术训练 这样会使我们 形成战斗力的时间大大提前 何意见得 他比跟你们合并的坦克团的干部 更强吗 我说他行 有偏向原单位干部的嫌疑 军长 您看 这个是装甲兵工程学院 战术教研室的何主任 还有 这个 是99A坦克生产厂 总工程师纪总 他们的电话 以及其他的联系方式 我希望军理能够向他们打听一下 长盛同志对新式坦克的了解 以及他的技战术水平 王门涛是个好同志 可这次要转业的还有很多的好同志 所以 这个事就不要再提了 至于长盛 我派人了解一下 等新来的政委到任 再做决定 现在 就你担任蒙湖旅旅长 正式找你谈话 是 人差不多到期了 开始吧 你先讲 长盛还没到 要不再等一会儿吧 他跟我请假了 说他身体不舒服 我觉得 还有点情绪 行吧 各位 今天呢 我们利用这个周末 召集 全团干部家属代表 开一个茶话会 蒙虎团 这些年来 所取得的每一份成绩 每一份功劳 都是我们蒙虎团 所有的官兵 努力奋斗 换来的 离不开 所有家属们的 默默奉献和支持 在这里呢 我跟王政委 代表蒙虎团 通过在座的各位 向全团的官兵 和家属们 致以真挚的感谢 并致以崇高的敬礼 敬礼 敬礼 坐下 我的话 就说到这儿 下面有请王政委讲话 自从建国以来呢 我军经历了十一次 打财军 还有体制编制的改革 我个人经历了三次 每一次财军和军改 虽然人员上介绍了 但是军队的战斗力 确实提升了 尤其是这次 波澜壮阔的军改 改革力度之强 层次之深 为我军历史上所紧见 因此对我军的战斗力 将会产生革命性的重塑 同时也为我们 能够参与这次军改 感到光荣和自豪 当我和建峰看到 我们整编方案的时候呢 内心的激动 是无法形容的 只是没想到 当这次军改来临的时候 我却不得不离开 我想奉献一生的军队 不管这次军改 对我个人意味着是什么 我都是发自内心地 坚决支持这次军改 因为我知道 这次军改 对我们的军队 对我们的国家 意味着是什么 我想对所有 文虎团 编余的干部们说 这次裁军三十万 大部分是干部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去跟组织讲条件 四处活动干扰 上级的决定 那这次军改 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服从决定 顺利离开 也是对军改的支持 虽然这是一个 极极痛苦的支持 赵文 你放心 我们都听你的 服从组织决定 以实际行动 支持这次军改 谢谢 都说难而有泪 不清淡 只是味道伤心事 战友们 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你们 舍不得离开蒙古团 舍不得离开我们的军队 我真的想跟你们一起 驾驶着最先进的坦克 就是征战杀城 保卫祖国的边境 建峰 我想跟你说两句 我不恭喜你圣冠体制 我恭喜你有了一个实现自己 强军理想的平台 有了一个组建指挥合成旅的机会 请你珍惜这个机会 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人民 为我们这些老兵 带出一只强害无敌的合成旅 让我们能看到 每一个蒙古旅出征的场合 都有一面胜利的旗帜在飘扬 我会的 我一定会的 你放心 谢谢 第二个 我想跟你方结束 汪大哥 你要说什么我知道 是 我是不想离开内地 更不想离开我心爱的工作 但是当建峰带我去 梁团长的哨所之后 我看到那些年轻的战士 为了祖国 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那一刻我就在想 我们老百姓 能过上安心踏实的日子 不正是因为 有你们这么一批军人吗 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 你们永远冲在第一线 也正是你们的付出 才能换来我们所有人的 安心踏实的生活 那么我们作为君嫂 我们有什么理由 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呢 人都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只要建峰需要我 我就嫁虎随虎 这才是我最重要的使命 好 谢谢 谢谢 报告局长 蒙湖里副丧长盛 向您报答 行了 行了 别来这一套 来 赶紧坐 是 你的这个命令我看了啊 恭喜啊 我刚从军里边回来 政治工作部的李主任 找我谈话了 军长呢也把我找过去 说了几句 好 旅长 谢谢您给我争取 回到蒙古里的机会 谢谢啊 你谢我什么呀 你要谢应该谢你自己 如果没有你对这个 新装备新编制的高度认知 我说什么也没用啊 夏宝 有件事呢 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你一直憋到我心里边 今天我跟你坦白了吧 什么事儿 你说我听听 说实话啊 自从你 一进了猛虎团 我这气啊就不打一处来 当时我觉得啊 我的能力比你强 这个团长的位置呢 应该是我的 所以在工作上 就一直跟你憋着劲 也不配合 那时不长的呢 还给你找点麻烦 尤其是上一次军演失败之后 我觉得你是表面上 替我承担了责任 但是心里啊 一直记恨着我 没有听你的指挥 这段时间呢 我就想 军队整编 如果要是你 当上了这个旅长 我就彻底没戏了 所以就特别沮丧 真的 行了啊 过去的事儿 咱就不提了 我还不了解你 只要你进入工作的状态 就什么都不顾了 来 我给你看一下 咱们里的 这个装备配置表 怎么样 往后看 99A坦克 零四部战车 弹炮一体防空车 这个厉害啊 带有SAR雷达的侦察车 还有无人机呢 行哪 全部履带化 就这装备 不用说冯俊的蓝军 就是外军的精锐 咱们也照样灭了他 你啊 先别太兴奋 我告诉你 我刚看到这个编制表的时候 跟你一样 特别兴奋 过去盼红了眼的新装备列装了 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新技术 也如愿以偿了 但是现在我头都大了 一个脑袋十个大 看看 这是训练大纲 以前的 这些 现在的 比之前的有十倍之多 就这些训练大纲啊 还是我四处去逃换来的 装备没到 教材训练大纲没有 等这个装备陆续都到了 没人会 开不动打不抢 我这个旅长怎么办 还不得急死 既然你呢 不计较以前的事 那我啊 在将来就用我的实际行动 来证明一切了 新装备要有新的组军模式 最近这段时间啊 我也想了很多 要说做到人等装备 而不是装备等人 有这么几个办法 你说我听听 第一呢 就是到各个单位啊 去找一些文化水平高的 领悟能力强的骨干 把他们派到 各个武器装备的生产厂家 让他们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 一直工作到接受装备的时候 让他们直接参与装备的验兽 这些人 在将来 将是我们的技术骨干 那第二呢 就是派人 先到有同样武器的兄弟组队 去学习 第三 派人去相关的院校学习 隆队 锁스트 board 抓索 鞋 lines 都两天了 这么近的距离 还是固定目标都能拖拔 六号车射击 报告 六号车 宫带起故障 六号车也坏了 二营长 到 部队带回 是 打坝结束还是 回去检查问题 解决问题 针对性的训练 这样下去 只会浪费炮弹 是 老巢 老七 这种情况你们怎么看 一营昨天打坝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儿去 老巢 你是专家 你说看 是咱们这个 新装备的质量问题 还是我们没有掌握好 这个新装备啊 我觉得 两方面的问题都有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我们没有完全掌握 新装备的使用方法和特点 你比如说 这几天打坝 自动供弹机 故障频发 这个就不属于质量问题 你的意思是 自动供弹机的维护 调整检查还不够 没错 仅仅一个自动供弹机 就有两百多项 使用前的检查和调整 一拥有一辆车啊 火炮电路出了故障 这厂家来了几次了 都没解决 这总不是我们的问题吧 这个事我了解过了 厂家派过来的技术人员啊 都是分系统的技术人员 这个系统 他不懂那个系统 电路系统的总负责人 又太忙 来不了 不过 这个车的车长 是一个自动化专业 毕业的大学生 拿过全国大奖 一直跟技术人员在学习的 每天加班加点 熬夜在研究 希望还能出点成绩 这个车长叫什么 江之南 中士 所以说 这就是人才强军的意义 没有人才 哪来的战斗力 我想调整一下 咱们的训练计划 压缩在兵器上的实操训练 组织以三大士官技师为主 军事主官尽可能参加的 骨干培训队 全力强化相关理论基础知识 请厂方和学校的教授来讲课 彻底搞明白 武器装备原理结构 以及使用要求 然后再以这些骨干为核心 进行全员培训 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量 争取在一年之内 彻底摆脱 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 可是 集团军要求我们 尽快形成战斗力 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限制 但是三个月以后 战区陆军就有一次考核 好 到时候这成绩上不去 问题可就大了 遵循战斗力生成提高的规律 才是大问题 我身为旅长 就是要为这支部队 形成体系战斗力负责 一旦形成战斗力 就不会轻易地丧失和倒退 如果一味地应付上级 应付考核 这对蒙湖吕的长远发展来讲 是一种伤害 齐历 立正 头帽 好 坐下 把本子都收起来 我下面的讲话 严禁记录 我今天有可能会发火 会骂人 集团军决定由我 带领工作组进驻蒙湖吕 陈建峰 到 最近一次 展区陆军考核 你们的成绩垫铁 集团军 为此受到了批评 据反映 你们根本 把这次考核当儿戏 把这次考核当儿戏 所有的骨干 都没参加考核 说什么理论学习 搞什么长远建设 你们要搞多长远 敌人会等你们吗 这一年里 在原地打转 开不动 打不强 玩不断 据说 有的坦哥 坏了几个月了都修不好 你们有副 集团军队你们的信任 兄弟部队和你们同时装备的 没搞你们这一套 这次考核 却拿到了较好的成绩 军里为了纠正不正之风 在每个班的门背后 都贴上了三级纪委的 举报电话 对其他单位 这是震慑 是约束 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 可对你们李宇呢 也起到作用 三级纪委 都接到了举报线索 说你们李宇 有严重的 权钱交易行为 皇副局长 请告诉我具体的举报情况 我们一定会做深入的调查 给集团军一个明确的交代 交给你 让你来查 这恐怕不合适吧 这件事情 跟我有关系 还不是有关那么简单哪 安静 我问心无愧 人家可是实名起报啊 难道人家就不怕诬告反作 报告 不是说 不能随便打扰吗 我有紧急情况 向旅长政委汇报 什么紧急情况 讲 一一有个战士 昨晚昏倒在坦克里了 早上吃饭才发现 初步诊断是脱水滴血糖 情况危急 我们队长已经带车 送完野战医院了 是不是江之南 是 就是他 看 你们旅 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看来 集团军派工作组进驻 是及时的 正确的 陈建峰旅长 到 邵波政委 到 你们要好好检查你们的工作 现在 你把王子欣保送军校的情况讲一下 注意 你讲话的全程 都有录音和笔录 三个月前 北方陆院的副院长张同 给我打电话 说是他儿子 在我们蒙湖里当战士 希望我能够帮忙 让他儿子上军校 但是我们保送战士们上军校 是有一定标准的 我就核实了一下 他的儿子张晓彤 不符合标准 就回绝了 后来 他又给我来了一次电话 说是集团军的首长已经同意了 希望我能够帮着做做下面的工作 我就答复说 我们保送战士上军校是有规定的 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 就算是集团军的首长找我 我也办不了 后来他就生气 把电话给挂了 你讲的这些情况都属实吗 绝对属实 这个张同 皇副军长 您认识张同副院长 岂止是认识 他说的那个集团军首长就是我 我根本没答应他 据反映 保送王子欣上学校以后 他曾经到办公室找过你 进门的时候带着个包 出门的时候包就没了 这什么情况 他是来跟我告别的 那个包里是王子欣 专程买了一些战争题材的光盘给我 但是因为工作太忙 一直没有看 到现在那些光盘 还在那个柜子底下呢 小刘 是 就这个吗 对 就着它 你这骨筋中外还够全呢吗 快点 我去 你这不是 我去 你这不是 那我去 这不是 我去 这不是 这不是 我去 我去 你也够素心的 军长 幸亏啊 这不是行徽的证据 谢谢旅长 三年来对我的帮助和教育 部队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一定好好学习 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理论 请您等着 等我学成归来 我要成为您麾下 最优秀的指挥员 和您一起打败任何敌人 您的信 这信你得还给我 我要和光碟一起 作为证明材料 等有了结论再还给你 关于王子欣保送上军校的事情 其实在人力资源科 都有详细的资料 我还需要配合 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查 我们先去调院 有什么事再找你 好 什么 医院的病后 未经许可跑了 是蒙湖里的人 派人 派人接走的 你确定吗 好 我来查清楚 陈建峰 你怎么搞的 是谁派车 把医院的病号偷偷借走了 为什么躲着工作组的人 你们还有什么事情隐瞒吗 说呀 我不知道啊 我还想做完询问之后 去医院看一看江志南 江志南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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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去看看 江志南请公 江志南请公 我去 敬礼 离兵 报告黄埔军长 战士江志南 把坏了四个月的 躺个泡 修好了 大家是来给他请公的 对不起 黄埔军长 不知道您在这儿 打扰了 我们现在就走 既然来了 就不要走了 我有几个问题 你就是江志南 首长好 我就是江志南 我问你 你是怎么得的病 报告首长 换了两个月的线路图 终于快判完了 我着急判老杀搜索 耽误时间 几天就没好处吃饭 河河水 那天晚上 把最后一组线路图画完 一高兴 眼前一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你今天 为什么从医院逃跑 是谁开车接着你